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六四 1965年春节后 毛又离京外出 两位女纪要员同行 加上王继老先生的私女王海荣 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 到了武汉 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 我起床不久 王海荣匆匆跑来找我 他气呼呼的说 你们怎么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 这个人简直是无赖颇富 他对主席太没有礼貌 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 张玉凤简直要袭在他的头上拉屎 主席气得不行 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能受张玉凤的气 你们不管的话 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 有话慢慢说 王爷什么慢慢说 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误 说着 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 卫士小张来了 他说主席发脾气了 说张玉凤不像话 让大家给他开个会 批评他 汪东兴对我说 总是搞一些烂事 这样的会怎么开法 但是 毛既然发了话 不开不行 可是无法开得好 因为在这种情况 很难说什么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天开上了 汪开始讲了几句 说有事就走了 于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荣首先讲 张玉凤太不礼貌 不尊重毛 甚至卖毛 这时张玉凤说 他同我吵架 骂我 还骂我的娘 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 我想 这个会越开越 不好听 只好将会停下来 王海荣还不干 说没有分清是非 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 让汪同王海荣谈谈 把事情演示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 让张自己到毛那承认错误 结果是 王海荣说 我们不敢坚持正义 看着毛受气不管 一气之下 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 是毛先骂他 为什么要他检讨 一气之下 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 可是毛感冒了 发烧 咳嗽 急性知气管炎发作 经过治疗以后 退了烧 咳嗽也好多了 却又发生了阴带炎 开始声音嘶哑 随后发不出阴癌 这不是大病 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阴 它很急 要立即治好 我一再解释 阴带正在发炎 水肿 不可能立刻缓解 我建议用物理治疗 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 可是毛嫌麻烦 只做了一次 他就不肯继续了 于是改用中药治疗 这倒是相当有效 两天以后 能够发生了 再服了三天 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后 毛坚持在招大所室内泳池游泳 我一再宣说暂时不能游泳 他不接受 等到声音恢复后 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 那个疗法 西药 中药 统统不管用 还是我这个游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劫后 毛决定到江西锦岗山去看看 乘火车先到长沙 停在黑石铺 毛到荣原招待所 张玉凤 仍在头毛赌气 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锦岗山 分成了几辆汽车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 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 对江西很熟悉 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查林县时 天已经黑了 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 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 这次只带了购毛一个人住房的面纹喷剂 蚊子很多 床上支起麻布帐子 又点起爱绳 睡一夜下来 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毛平 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 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毛平的中央 是一小片道田 田南一排土房 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 文化大革命后 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 由此可见历史 可以随时改写 山上翠竹丛生 还有一家造竹纸的纸场 这种纸极薄而透明 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壶窗户 5月29日下山 这次井岗山之行 正是年初在北京开会总结农村四清工作 并出农村四清工作23条时 毛与刘公开冲突以后进行的 所以此行政明显表示 毛有决心重建红军 重建党 并不是简单的就地重游 6月中旬回到北京 6月26日 我去看毛 看上去他的精神不大好 我正想毛可能有什么事要办 他突然跟我说 你告诉卫生部 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15%的人工作 可是这15%的人里面主要的服务对象 还是中央和地方省市的这些老爷们 卫生部把这些老爷们保健好了 日子好昏 可是农村的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 一无一 二无二 卫生部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做事的 不是人民的卫生部 改个名字 卫生部的眼光放在城市 放在这些老爷身上 就叫城市卫生部 或者老爷卫生部 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 根本不符合农村 培养医生的方法 也是为了城市 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毛要全面加速改革保健制度 将服务对象从高概转到广大农民 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毛再来要进行医学教育改革 我现在抓上层建筑的改革 整个医学教育要改革 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 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 初中生 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 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 就算本事不大 总比骗人的乌医要好 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一油未尽 又说卫生不脱离群众 工作上把大量的人力 物力放在研究高 深 难的疾病上 所谓尖尖端 对于一些常见病 多发病 普遍存在的病 怎样预防 怎样改静治疗 不管 或放的力量很小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管 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 物力 大量的 人力 物力 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 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 不管什么病都带 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 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 要分别对待吗 在什么场合下都带 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蒙古大夫 就是本事不大的医生 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我将毛的原话 写了一世二份 一份教卫生部 另一份教中共书记处书记彭真 我那时哪能料到 在文化大革命中 这份材料被称为626指示 并发动了全国性赤脚医生运动 造反派并拿他来在医学界 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依据 在撤箱保健局的这片紧张混乱中 是毛下此决定的最初原因 逐渐被淡忘 毛一得知刘少奇换了肺结核后 便立即撤箱保健工作 我方面不得参与 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 但我知道毛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刘少奇 田家英就跟我说 看这个情况 要说刘少奇同志会接毛主席的班 还言之过早 田又说你很清楚 主席讲话 有时候说了不算数 今天这么讲了 明天可以那么讲 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汪东兴也同意田的看法 我们各个三间其口 我从未告诉保健局任何人 毛撤销保健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刘的病 毛对刘私下表露的不满 也只在我们之间谈及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